冠军表现时刻由南世纪发水领导品牌青阳独家冠名播出 曾几何时呢 精金得比那是故事多多 对 双方刀光见影 现在呢好像一片强火 好 主代办王静吹响了上半场开始的上音 各位球迷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PP体育 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28轮 奥古斯多呢 今天虽然是前腰 但是位置比较活 左脚C 横扫门前 转身 后卫 这个杨鲤鱼补得真是不错 边前卫也好 边后卫也好 身体速度很好 背身拿球 倒地 点球 给了 点球 其实如果没有之前几次连续对迪亚尼犯规 这次他倒还未必给点球 对 这球可能稍微有点犹豫 但是还是给了 克里梅斯 防牌 这边呢 是背心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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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天津 太达 不喜欢中甲 不知道有几个队员里面穿了这样的背心 对 我们是天津 太达 不喜欢中甲 这以后就再很少有上场机会咯 哎呦 好球啊 打 后卫再打 这次啊 后点的包抄啊 第二下等于说身体还没完全起来的时候 对 那段子还没说完呢 但是好不容易黄马比赛结束了 打开电视机发现是巴桑 哎呀 一看国家队的中场的队友 保里尼奥 也在这边 奥古斯多 直接打门 高了 哎呀 好像是右高铁飘啊 嗯 他看了看场地 这个场地可能软 嗯 这个软呢 追射脚不稳定 基本上都是在中场脚上 是 哎 巴敦 脚下有球了啊 曹阳向住 走外线了 进去吧 走 向直接打门 啊 也可以 向直接打门 他向前呢 确实是有那股劲 对 也是个选择 山东小伙啊 看 变现 投球攻门 没有力量 当时半连 适合在打的关锁 越过了克里梅茨啊 你让这个张志明像中锋一样去争啊 确实也难一些 哦 打球没来了 打本 二百零 六十七分钟 迪亚涅又是梅卡尔度 连续两场比赛 梅卡尔度 嗯 这关着这场球踢的真的是 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克里梅茨拉一把也没拉住 没拉住 杨志已经出击大空门 防守队员 进攻队员还没进进去呢 就直接打空门 阿伯斯托找右路 哎呦 我天呐 是的 金鹏翔已经有黄牌了啊 这肯定肯定没 秋天一这个 下半场比赛 金鹏翔连吃两张黄牌 被红牌趴下 双方赛季的两回合交手 都有红牌出现 这动作确实吓人 上一次吃红牌的 恰恰还就是25号买吃酱 看看赵鸿略啊 又是迪安妮 克里梅茨 杨志的位置不好 打阿门 还是扑了一下 最后时刻还是扑了一下 杨志出脚下还可以 这球断了 杨志很稳啊 看这个球啊 再趟一步 然后杨志向左侧铺 天鹰一粒 四连胜 赢得这场精金得比 对 在两回合交手当中呢 双方各自在主场是2比0获胜 冠军表现时刻 由南世纪发水 领导品牌 青阳独家冠名播出